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香是因为独立出去生活之后发现我不能吃到你任何代添加剂的东西 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又在各方机缘吧 有接近一些佛教的大德 然后跟着师父知道原来中国还有我们东方的这么一种香乐 虽然说现在已经是个饮学了 它不是个咸学 但是几千年来一直在滋润着人的生活 我们说智政心香敢于谁名 熟记飞心而明德为心 明德为心 这四个字说上去是很好说 但是已经基本没有人去考究它真正的意义了 真正的发自内心想 我最优雅的德行 我高尚的人格 才是真正的香气 才是真正有感染力的 而不是这种外在的这种 去彰显自己性格的这种香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中国人 中国香气需要发扬 而且对当下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 今天做的是一个历史上的名方 叫俄立杖中香 它的起源特别的早 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江南离后主 李玉它的这么几个方子 它这个方子的主要原料就是梨 然后陈香 老山檀香 这个是我们已经炼过两次的泥 先把这个梨上面一块切除它 用勺子把中间的这个梨糊这块挖出来 使用的陈香末 檀香末 放到梨里面以后呢 封住 上屁中三溜 在这个香顺里面是这样记载的 我小时候是特别西化的一个人 从小是看西哲的书啊这些 一开始我们去学画画 也是喜欢画的油画 从来没有想过会回归传统文化 但是就是 我就觉得到了那个点了 你就忽然觉得西方的东西 已经没法再滋养你了 我们既不是基督教徒 我们也不是天主教徒 我们不能够更深入的那种文化的时候 我们只能反过来在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里面 去找我们人生的这种究竟意义 对于中国文化来说 最重要的是外师造化终得心愿 就是你是在一个不停地跟外界的交流 和对自然的一个交流学习中 内证的是你自性跟它的一种相应 你的身体健康了 你就会自然有一种很清新的气息 然后你的心灵健康了 你就不再依靠外源的这种左右 就是慢慢地发展 你达到一个健康 并且中正平和的状态 这是中国用香 我觉得特别好的方向 而不是说我们再一味地以浓香去愚人愚己 万物有怜其美 希望大家能在一住青年中遇见更美的世界